我們現在呢就先從這邊開始 那各位呢 您看一下一進來有沒有很多範本 有對不對 而且我可以確定大部分都是大家沒看過的 這很重要嘛 對不對這樣才會嚇到別人啊 那他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就是說 因為布克佛倫這個軟體是來自大陸的 那所以說他有比較多中國風的 那這個也是一般國二軟體相對比較少 雖然微軟的簡報有中國風的也有 但是相對少很多 老是看就那幾個嘛 那在這邊呢 比如說你想要這樣的感覺你就按一下 這個時候他還是從網路上下載 因為這個範本他一段時間也會更新嘛 所以你就點進來 你就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簡報的感覺是不是你要的 那麼你找好了之後 因為這種呈現方式跟各位以前的不一樣 所以你不用急著馬上改 請直接看上面有沒有預覽目前 上面這邊 呃 叫便拿出來你可能看比較清楚 預覽目前 好這樣子的話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 到底這樣會不會OK 點一下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就比較沒有看過的 對啊 那你可以先看看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可能是符合你需要 那當然你就可以用 那也許有些人是覺得說 雖不滿意 但可接受 可是我想要再騎旅找馬 找看看有沒有更符合的 沒關係 這個時候呢 你就來這裡 如果呢你確定這個是你不要的 你可以直接按回首頁 他就回到剛剛第一頁那邊 那如果你覺得 我就是要騎旅找馬 我想再找看看有沒有更適合的 你可以再按新增 因為呢Focusign 他可以同時增加兩個三個以上的視窗 可是你開第三個的時候 他會警告你 效能會變慢 就是要留意一下 他會跳一個訊息 當然電腦可以跑 那OK 所以你就可以再找找看有沒有 你覺得 我想要這一種的 好點進來 比如說放煙火的 點一下 他就一樣再從網路上 再把這個範本下載下來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好範本 是不是就OK了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麼左手邊 其實他們也有幫我們做好分門別類 有沒有 這裡你就不要進去了吧 你知道這個有鎖門的嗎 不是說你進去不能看 是你看了也不能用 那何必呢 好就是左手邊有幫你分門別類 你教育類的科技類的 你可以這樣找也可以 如果你不要這樣全部分類 在這邊 有沒有總共24頁 也還夠你用 所以你就可以先找找看 你喜歡哪一個範本 那等各位選好了 我們再繼續 好不好